小螃蟹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穿着一身硬甲 妈妈告诉她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 她又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横着走 妈妈恼了告诉她 小孩子不要太多话 小螃蟹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穿着一身硬甲 妈妈告诉她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 她又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横着走 妈妈恼了告诉她 小孩子不要太多话 小螃蟹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穿着一身硬甲 妈妈告诉她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 她又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横着走 妈妈恼了告诉她 小孩子不要太多话 小螃蟹 小螃蟹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穿着一身硬甲 妈妈告诉她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 她又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横着走 妈妈恼了告诉她 小孩子不要太多话 小螃蟹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穿着一身硬甲 妈妈告诉她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 她又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横着走 妈妈恼了告诉她 小孩子不要太多话 大部分的家长 真像螃蟹妈妈 多经不起小孩的天真 好奇追问 也许是基于知识贫乏 也许是为生活奔忙 而失了耐心 大家却忘了 好奇心是求知欲的最原始推动力 也是知识学问发展的摇篮 小螃蟹 小螃蟹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穿着一身硬甲 妈妈告诉她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啊 她又问妈妈 我们为什么横着走 妈妈恼了告诉她 小孩子不要太多话 小孩子不要太多话